朋友们,大家好 这周啊,要跟大家请一个小假 不是说这周不做视频了 是本来计划这周要完成的 大国崛起的英国要放一放 因为这周我工作上有点事 所以呢,比较忙 所以呢,这周呢,没有办法去完成这种 大块头的东西 做德国那个视频,我算了一下 平均,我后来折算的话 平均10分钟 我的工作量大概是2.5个小时左右 这是从这个 从我开始整理资料开始 构思不算,就在脑袋里的构思不算 从我开始动手整理资料开始 我的这个纯工作时间大概是平均10分钟 是2个小时到2.5个小时左右 所以看起来只是那几页PPT 实际上的这个工作量很大 但这个工作量比较值得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是我在阅读 阅读了不少的书籍 这样的话呢,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帮助 而做英国这个节目呢 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吧,有的时候觉得 英国的内容大家都非常清楚 比如说光荣革命啊 大宣章啊 所以我总觉得好像我也讲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 而且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英国历史的了解比对德国历史的了解要多很多 所以反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了 就有点这样的这个难度 但是依然还是在做 依然还是在做 那么这周呢 肯定是完不成了 这个要下周再看了 因为这周 我工作上有些事 几乎每天我都要比较忙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呢 这周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别的东西 比如说正好趁这个时间不做大块头的东西 我们可以随心随意的谈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呢 就是谈谈这个秦国是怎么来的 而就着秦国是怎么来的呢 再谈谈怎么正确的去认识这个历史 上一次啊 我讲完这个大秦富之后啊 就有朋友跟我反馈 说我吧 这个有点极端了 有点过分了 我说极端和过分在哪呢 他说一部电视剧 好好的电视剧 非让你谈的跟政治有关 看都没法看了 我说这不是我 把他谈的跟政治有关好吗 这是他本身跟政治就有关 他的目的就是政治目的 他不是个娱乐目的 所以我看台湾也在放这个电视剧 这简直是搞笑啊 我觉得这种片其实比那种宣扬国共战争的时候 共产党正义的片伤害还大 但是在台湾也能放啊 也是也是挺有意思 说明他也是比较高明吧 比较高明 也说明了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比较宽泛 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我朋友跟我讲啊 说秦始皇还是有功劳的 秦国还是我们的祖先 说我不应该给他这么大的否定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没有探讨的价值 说我把这个电视剧说成是政治 那你太冤枉我了 我哪有这个能力啊 他本身就是政治啊 他本身就是在一个政治宣传 有他的政治目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把他的政治目的 用大白话讲出来而已 但是你说秦国是不是我们的祖先这个事情啊 这个是可以探讨的 首先给答案 中华民族的追溯啊 秦国肯定不是我们的祖先 那么他是不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呢 那显然到今天为止 秦朝历史当然是我们中华历史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人质疑这个 没有人质疑这个 但是质疑的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说了一句话 说秦国是蛮夷啊 历史上对他没有正面评价 那有的人是不服气的 我的朋友有的人说 这个历史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就促成了我呢 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节目 我看这两天 网络上也确实有其他人在谈这个大秦富的电视剧 我觉得谈挺好 甚至谈的比我要好多了 因为他们在一些方面呢 是做了比较充足的这个知识储备的 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其实并不多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别人是怎么谈的 那么今天要谈秦国这个话题啊 我们就不得不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谈起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说上下五千年 中华文明五千年 之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啊 这是我们长期宣传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现在也都知道 很多人都很清楚 我们说五千年 但只有三千年是确定的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 能够证明中国这个土地上 目前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 有比三千多年更早时间 形成的这个典型的文明 就是我们证明不了 一直宣传的五千年文明的头两千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说五千年文明 或三千年文明的时候 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 不是说我们说什么 就就是什么的 那国际上讲一个文明的历史啊 我记得国际上当他讲一个 讲一个文明就历史的文明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它是有 主要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 是不是你已经建立了城市 第二个呢 就是不是你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 也就是冶金能力 第三个呢 是不是你已经出现了文字 那么所以呢 这个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呢 我们只能证明 我们在三千年就商朝的时候 我们具备了这三种特征 或者说这三个标准 而在商以前的下朝呢 是不可被证明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我们是三千年文明 而不是五千年文明 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 能够讲这个话啊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国力呢 比较增强了 就是中国的政府呢 它原来这种借着祖宗 去壮胆的需求呢 这个降低了 所以呢 当今天有不断的 今天不断的有学者提出来说 我们的考证文明 只有三千年的时候啊 它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了 当然阻力还是有 但是起码这个话 是可以说出来了啊 不像以前 那你很难想象 如果在毛泽东的时代 你要说这种话 估计你就是反革命了 估计你就是反革命了 但是呢 是不是说 目前没有考古证据的 这个史前时代 真的就不存在呢 其实严格的讲 不是不存在 严格的讲 应该是说 我们不知道 同样 不知道的 你就不能拿出来正儿八经的 当一个正事来胡说 你比如说埃及文明啊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 而不是通过呢 后世的记载去猜测的 所以它的有据可考的文明 就是比你长 就是五千多年 超过五千年 同样印度文明也是一样的 苏美尔文明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中国的考古发现啊 我刚才讲了 最早只能证明到商朝 所以当我们使用中华文明 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 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那有的朋友就说 我胡说八道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中国出土的这个养勺文化 距今都七千年了 你凭什么说 我们只有三千年呢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个长期被偷换概念 所导致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首先我们看一看啊 我们说一个文明的历史 通常就是几千年 而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呢 有人提出一个纪念方式 叫人类纪念 他对应的这个公元纪念呢 是可以换算的啊 因为他设置了一个叫人 人元零年 就是人类 人类纪年的元年 那么根据这个纪念 我们看 目前的人类历史 大概是 一万 因为他是从公元前 一万年左右开始 那我们也差不多 有一万两千年了 那人类历史既然已知的 至少有一万多年的话 那超过任何一个文明历史啊 为什么 哎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所谓文明史 它不是人类史 它是人类史的一部分 同样 你也不能认为 整个的人类历史 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史 因为人类是由不文明状态 进入到文明状态的 所以我们对文明有了那个定义 那第二个问题所在呢 就是你也知道 这个告诉我的朋友 他也是说养勺文化 对吗 你也叫养勺为文化 你不叫养勺文明吗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我们叫养勺文化 不叫养勺文明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 文明它是有指标的 或者说是有标准的 有门槛的 就是城市化 文字 和青铜器 青铜器我说了 就是冶金树 因为最早出现的冶金树 就是青铜器嘛 而且你单就文化 和文明的英文单词 你也能看出来 culture 文化嘛 文化的词根 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耕种的意思 而文明的词根 对应的是什么 文明的词根 对应的是市民 公民的意思 所以他们两者 是有区别的 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别 就是你有没有城市 有没有城市的概念 所以我们说 5000年文明这个说法 实际上和大秦富一样 它是一种洗脑 是一种 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洗脑 但是为什么说 当年政府洗脑 它不给你说成是7000年 而说成是5000年呢 那就是因为这5000年 它至少还是有据可查的 这个有据可查 不是考古证据 而是说史记 就是有后世人的记载的 你包括史记 国语 等等等等 这是有记载的 那你要连记载都没有 你就不好讲了吧 因为史记 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你不能以山海经为参考 以山海经为参考 那我们就得 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了 这个就过于空泛了 所以呢 说5000年文明 而不说是这个7000年文明 或者1万年文明 但是啊 这也给这个中国啊 埋下一个大坑 也就是他坚持了这么多年 说5000年文明 他现在必定要自圆其说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他就专门组织了一批专家 要攻克这个课题 他们叫这个课题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 应该能查到 他们叫中华民族探源工程 而且提出来了 中华文明的形成 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 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 也就是说 中国他创造出了 另外一个定义文明的标准 他创造这个标准的目的 不是学术目的 就是为了自圆其说 自圆其说 就是说我之前说五千年 那我现在就得证明 我说的是对的呀 就这么一点简单的事 就被这个 这个我党给搞复杂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为什么可笑呢 有三点 第一 如果你不认可西方的标准 就是文明的这个标准 那你可以单独建立一个 自己的考古标准 这是没问题的 朋友们注意啊 单独建立一个自己的标准和系统 这个事情是无可厚非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出在 如果你建立另一个标准啊 这就意味着你要定义另一个系统 和给予这个系统中各个名词 以准确的定义 区别于原有系统的定义 而不应该继续在原有的系统里 将自己标榜为特殊化 就像一贯做的 什么特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等等各种特色啊 这都是特殊化 这就好比说啊 你不想下象棋啊 你可以下围棋 但是围棋和象棋的规则是不同的 虽然规则不同了 但它都是明确的规则 不能胡来的 你但是你不可以啊 在象棋比赛的当中呢 你坚持用这个围棋的规则 你比如说你将这个马直着走 然后你告诉裁判 你告诉对手 理由就是说你是特殊的 你更不可以在围棋比赛中 你给人家来个当头炮 理由还是你是特殊的 那这就说不过去了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不是说你是特殊的 你是搅局的呀 那如果你长期的当这个搅局者的话 以后就没有人带你玩了 那没有人带你玩了 你这个系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不可能自己跟自己下棋啊 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嘛 对吗 第二点啊 我自己认为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目前证明不了中国历史有5000年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丢脸的事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呢 那印度文明 古埃及文明 那证明的存续事件都比我们长 但是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是印度强 埃及强 还是你中国强啊 那显然是中国强嘛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吧 就我就认为特别没必要 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 而当你是一个弱者的时候 你有一个弱者心态是很正常的 你在老祖宗那里找点自信 这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不是弱者了 你是强者了 你这样做就就不是没问题了 是没有必要啊 按照你这个逻辑 那美国人他怎么办呢 怎么活 他得怎么写自己的历史呢 那美国人要写自己的历史 是不是得给给自己给写个 你比一万年还得长的历史 才能匹配到今天的国历呢 对吗 所以这是我认为是完全没必要的 那第三点呢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通过考古证实 我们的中国历史呢 已经有5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但并不意味着 那个历史就一定不存在 只是没有被证实 这我前面也说过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 史记这些书所记载的中国历史 是真实存在的 但不意味着这些书就没有价值 就像我们都知道 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事实 但是三国演义依然有研究价值 为什么 你读懂三国演义啊 你能读懂那个年代的人的价值观 和这种思想的倾向 这是我认为 他这么做啊 就是中国搞这个什么 民族溯源的 这个文明溯源的 这个项目是可笑的 主要就是这三点 而在这里啊 我想跟大家提一部书 突然想到的 这部书呢 就是最近这些年比较火的一本 研究历史的书 叫《诸书纪年》 它实际上是后来的编撰而成的一套书 也是基于考古发现的一些历史文件 把它重新整理和编辑出来的 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查一查 很容易查到 那随随着《诸书纪年》啊 这一类文物的这个出土啊 就支撑它的这一类文物的出土 很多其实 很多历史都会被我们重新定义 重新纠正的 包括原来我们 这个把史记当成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来看 但《诸书纪年的》出现呢 就推翻了很多史记的内容 比如说最典型的姚春宇是不是真的善让志啊 那根据《诸书纪年的》记载 那就不是 那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烽火西诸侯 是不是历史事实啊 那根据《诸书纪年的》记载 以及配合一些其他的文物 考证出来的 那烽火西诸侯就不是历史事实 实际上当没有《诸书纪年》出土的时候 钱穆啊 就是我们国学大师钱穆 就根据他阅读的历史文献 和历史常识推断出来 烽火系诸侯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说钱穆真是一个大师纪人物 真是一个大师纪人物 而这个《诸书纪年》和其他这些文物的出现呢 他就验证了钱穆是对的 司马迁是对的 但是是不是司马迁 钱穆是对的 司马迁是错的 那是不是司马迁错了 史记就不该读了呢 不是这样的 史记还是值得读的 司马迁错呀 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 实际上好多年前 我在私下里跟朋友沟通的时候也讲过 今天的人能比古人更懂 那种原始的儒家 原始的道家那些原点 能够知道他们被后来的这个外儒内法取解了 被什么这个这个董仲书啊 诸子啊之类的 把它给歪曲了 是因为基于我们现代的考古学比过去发达 就是说在193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历史上的考古发现 比过去的两三千年积累下来的盗墓还要多 但是盗墓他没有考古目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考古学的这个价值 他只能形成一些副产品副价值 包括甲骨文的发现 那我们常提的史与所啊 就是福斯年他们成立的 当年的民国时候成立的叫史与所历史语言研究所 那就是研究甲骨文的 那甲骨文是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的 直到近代现代才发现的 古代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们没有考古学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更好的了解历史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司马迁就是骗我们 而是经过秦朝的分书坑儒之后 司马迁想把史料历史的真实还原也是很难的 但为什么说读史记还是有价值的呢 因为你能读出那个年代的人的价值观来 那个年代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他到底认为什么样是美 什么样是丑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是我觉得史记还是有价值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分成两者来看 你是研究文化 你还是研究历史 它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并不是说神话 或者说这种描述 对研究历史来讲可能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有新的证据证明 它不是实实 那么同样它对文化研究就没有用了 不是 它对文化研究依然有用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根据竹书纪念 摇顺宇就不是顺就不是善让的 顺就不是摇善让给他的 这个宇也不是这个顺善让给他的 那是不是我们读论语啊 读孟子就没有意义了呢 不是啊 因为在论语和孟子里面的摇顺宇 是一个典型的好皇帝 好的统治者的象征 那么他主要是借摇顺宇来表达什么是一个好皇帝 他的重点不是说歌颂摇顺宇 他的重点是以摇顺宇作为一个载体来表达他们对一个好皇帝的定义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竹书纪念 提到了烽火系诸侯 为什么要提这个烽火系诸侯这个事呢 竹书纪念有那么多的 有那么多的文字 证明了很多我们通常认为的历史 历史事实不是事实 为什么我要单提这个烽火系诸侯呢 就是因为烽火系诸侯这个事 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有关了 秦是怎么来的 说起这个话题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当故事来听 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见解在里面 就听个故事吧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引发各位的什么思考 那就是看每个人的心里装着一个什么了 对吧 就像这个郭德纲说的 你不是因为听了我的相声变坏的 你本来就是个坏人 所以如果你听了我讲的这个历史故事呢 或者我的这段历史的评述呢 哎 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那很有可能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 我们说回今天的主题啊 秦是怎么来的 秦人啊 他的一个先祖叫造父是周穆王的车夫就周朝周穆王的一个车夫负责什么呢 赶马车的就称为御者啊 这个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在古代的赶马车啊 你就像我看那个大秦夫里面烙癌也是赶马车的嘛 吕不韦还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记得当时我看了那一段说当一个御者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当一个御者不容易啊 秦穆王的马车最少也是四匹马 四匹马就是八根缰绳 你想一想一个人同时操纵八根缰绳 你想象一下这个难度这不是一般的大啊 所以能赶马车在当时绝对是个技术国 那么在一次周朝的内部的叛乱当中呢 这个周穆王啊 他当时不在京城 他在寻游天下 当他得知这个叛乱的消息之后呢 他就让这个赵富啊 赶着这个马车载着他赶紧回京城 这个赵富啊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赵富就拉着这个周穆王来了一个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 就非常及时非常快的 可以说风驰电掣的 一天之内就赶回了京城 就平定了这个这个叛乱 因此呢 周穆王为了为了这个表彰 赵富的这个功劳 就把一个城赐给他做了封地 大家记住啊 不是封王啊 只是把这个地赐给他了 没有封他王位 没有封他什么大的这个王啊 猴之类的 这个地是什么地呢 就是赵赵城 赵城就在今天的山西境内 那么后来呢 这一只啊 来到赵城封地的人呢 他们就改了姓 改姓什么 姓赵 他们原来姓什么 原来姓赢 原来为什么姓赢呢 我们后面会谈到 那么这一只秦人的祖先改名姓赵之后 后来演变成什么呢 后来演变成后来的赵国 所以秦国和赵国 其实是有共同的祖先的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啊 就是在赵富的后代人当中呢 有一个支脉呢 他就离开了赵城 去了犬秋这个地方 哎呀 这个地名也是我不断的在核实啊 因为我的记忆里面呢 是用现代的地名去记忆的 但是为了讲的像那么回事啊 我专门还查了一下这个史记啊 还有自知通鉴这些书 犬秋啊 就是今天的甘肃境内的一个地方 有人说是在天水附近吧 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犬秋到底是在哪里 去那干嘛了呢 因为秦人善于养马 所以这个周朝的王室啊 就让秦朝 秦人呢 在那里帮周朝的王室养马 这些人就成了后来的 我们所说的秦国 就是大秦父里面所说的 这个秦国的祖先 这个人叫非子 韩非子的非子 被后来的周孝王 给他赐了一块地啊 叫秦帝 封为营姓的大宗 也就是组长 这个大宗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营姓啊 有很多人姓营啊 你包括留在赵城的那些人 他们也姓营 在没改姓之前 那被封为大宗呢 实际上你就是说 所有天下姓营的人 你就是他们的祖长 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秦朝 在秦帝的那个祖先 叫非子 而更早的祖先呢 叫赵父 更早的祖先 迁移到这个赵城被封地 后来有一部分人 迁到了今天的甘肃境内 被封为什么 被封为这个祖长大宗 这是他的一个祖先的来历 那么到了西周末代的时候呢 周幽王的时候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烽火 戏诸侯了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是说这个周幽王 为了取悦他的妃子 他点燃了烽火 后来呢 当这个犬戎 就是当时的外敌吧 蛮夷入侵的时候呢 就没有诸侯来救他了 实际历史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历史的史实是什么呢 历史的史实是这个周幽王主动去挑战的犬戎 就他主动发兵去攻打犬戎 而不是犬戎来进犯 所以呢 根据当时的周朝的国力和当时的这个我们今天叫国际形势啊 周幽王是没有必要去攻打犬戎的 所以他这个攻打犬戎是肯定要失败的 而且其他的诸侯也没有帮他 当时只有同样在西北边境的后来的这个我们叫秦湘公 带领了他们那批养马的人就是他们那个族人部落去帮了这个周幽王 而且非常的卖力帮他打仗 但是还是打败了 周幽王死了 被杀了 所以真正的历史是周幽王主动发兵去攻打犬戎 而战死 而不是犬戎来攻打他 但是周幽王这一败可了不得啊 把这个周朝的这个王室的故地啊 就原来的国土就给丢了 丢了之后呢 这个周平王就不得不迁都了 不能在原来的地方呆了 原来的地方被占了 就得迁都啊 我记得是迁都到洛阳附近吧 还是到哪里 那么这个周平王迁都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很弱了嘛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秦湘公派人护送的周平王迁都 因为秦湘公派人护送周平王迁都有功 所以周平王封秦湘公为诸侯次帝 大家听好啊 周平王封秦湘公为诸侯 这个时候秦国才真正的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真正的建国了 算是一个国了 原来都不算是一个国 原来最多就算是一个大地主 可能连贵族都 都都都谈不上啊 就只能算是一个大户 大地主 那么赐了哪块地呢 赐地齐山以西 哎 这个就有意思了 我们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讲 这个在有意思在什么方面 所以我们历史上的秦国从此开始算是正式的建国了 成立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秦国的这个开始啊 也使秦国相对于其他的这些战国的国家呢 他就有了两个特殊性 这是两个特殊性是什么呢 一个是周朝 其他的这些诸侯啊 全都是比较早的封侯的 就是比秦国要早几百年 所以到了秦被封侯的时候呢 人家都已经是贵族好多代了 而秦呢 是作为一个蛮夷 或者说作为一个附庸的部落被封侯了 就有点那种连升三级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啊 而且有点那种不服众的感觉 所以这个这个秦乃蛮夷啊 这个事呢 我们最后讲 因为秦乃蛮夷这个事呢 也是我今天讲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些朋友不服 说秦不是蛮夷 那我就跟你讲一讲 为什么秦氏蛮夷 那么第二个特殊性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殊性就是 周平王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人意的家伙 不是个好人 为什么 因为他给秦封的地齐山以西在哪啊 当时他给秦封的地齐山以西啊 就是周幽王打了败仗 被犬荣所吞并的那个土地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就好像说 抗日战争的时候 重庆政府将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封给你一样 让你去东三省做个东三省主席 哎 你觉得你拿这个伟人状有用吗 那全是日本兵啊 那是那个地方 现在人家日本叫满洲国 然后蒋介石给你个伟人状 说你去吧 张三李四 我国民政府承认你是东三省的主席 统领军政要务 你说这个伟人状有用吗 你要去了就是找死 你不去吧 你还欠了老蒋一个人情 所以周平王将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秦国 就是这么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阴损 而且是一个非常的 我觉得不仁义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时候 你说你拿到伟人状 你说你有什么选择呢 你要么你就当他是废纸 要么你就真去拿那块地 你真去东三省 你说我要当个东三省主席 那就只有一条路 你得给日本人死磕了 而当时的这个秦国 也是只有这一条路了 要么你就当这个伟人状是个废纸 要么你就当真 当真就一条路 就是去打去抢 而这个秦人 我们不得不说 他确实是强悍 也确实是霸道 这个东西是他骨子里的 当秦湘公拿到这个伟人状 我们就叫做地契 拿到这个地契之后 他二话不说 回头就去抢地盘去了 后来就有了 韩古关以内的这个秦国 这个地盘哪来的 不是周朝册封 像册封其他国家那样 像册封秦 秦人的最早的祖先 就是这个造父那样 给了你一块现成的土地 造成 而是秦人自己打出来的 周天子给他的 周平王给他的 画了一个馅饼 而且还是有毒的馅饼 但是秦湘公 他就不信这个邪 就愣是跟这个犬戎开战了 愣是把这个土地给抢来了 你想一想 什么人能从蛮蚁手上把土地抢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战国时代 唯有秦国善战 而唯有秦国变法最得力的原因 我想如果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个古代的历史的话 其实他是搞不清楚的 他搞不清楚为什么秦国那么善战 为什么秦国变法那么成功 因为如果我们以战国为起点看的话 我们当然不理解了 但是秦的征战起点 他可不是战国 而是比形成战国七雄要早及一百年 当其他国家一直在太平的时候 一直在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的时候 那秦国在干什么 秦国不说如猫饮雪 起码也是过着那种有今天没明天的 与野蛮人抢饭吃的日子 他们能赢 那说明什么 我刚才讲了 什么人能从野蛮人那抢到土地 说明他们比野蛮人更野蛮 因为他们可不像当时的汉朝获去病这类人 他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在后面支撑 实际上当时的秦人就是游牧民族 就是游牧民族 没有自己的很大的土地的 所以他们能够打败野蛮人 就足以说明他们比野蛮人更野蛮 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为虎狼之国 为什么各种改革各种变法在秦国进行的比较彻底 战国时期最开始变法的还不是秦国 我印象里面战国时期最开始变法的是韩国 那么现在人很少提韩国 其实当时的韩国是比较强的 有强韩之称 所以了解上面的历史 你就应该能想明白 为什么各种改革都在秦国进行的比较彻底 因为当我们以战国为起点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已经很文明很成熟了 而秦国基本上是一个刚刚抢来的土地 是废墟 就是白纸一张 非常类似由游牧民族转到农耕民族的初期阶段 所以当然他就需要各种的制度建设 因为他没有 当然他也就比较容易的进行各种制度的建设 因为什么 还是因为他没有 为什么在各种制度建设当中 他选择了法家 而没有选择儒家或者其他的哪一家 我个人的猜测是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秦朝的秦国的祖先是没有文化的 这个不是贬低 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 因为他们不是农耕民族 他们是游牧民族 他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太复杂的东西 他理解不了 常年的征战 也更容易使他接受一些简单快速就能见效的一些制度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秦人的军事化特征是特别明显的 那么军事化特征就导致他必然容易接受法家的那种讲法的制度 那么第二个原因 其实我在讲普鲁士的时候也讲过 欧洲其他的邦国都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军队 普鲁士是一个军队有一个国家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秦国是一样的 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军事化 其他诸侯都是国王有一支军队 而秦国是什么 秦国是靠一支军队建立了一个国家 一个将领成了一个国王 秦相公本身就是这个军队的头 本质上他也是一个国家 本质上他也是一个军队有了一个国家 那么就如同我以前常讲的 你了解历史了解过去才能理解当下 所以你想理解战国时代为什么秦国赢了 那你就必须了解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是什么 这个是我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怎么样去考证历史的一个经验和观点 就是你想了解某一个时间点 你必须回溯它的历史是什么 它的历史是怎么由来的 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他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谈谈刚才埋下那个小伏笔 就是秦乃蛮夷这个事 为什么秦朝就是蛮夷 秦国就是蛮夷 谈这个事呢 也是导致我们今天开头啊 要铺垫那么长 去讲什么是文明的原因 因为我们说考古发现只有三千年 那么史记记载五千年 那更早的那两千年 甚至更早的传说算什么呢 在没有考古发现以前啊 就没有考古发现能证明更早的这些传说和记载以前 我们叫它神话时代 但是请大家注意 神话时代并不是一种否定 就是说不是说神话时代就一定不存在 而是在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前 对事实可能性的一种猜测和推测 因此它依然是有意义的 你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证据能证明当时皇帝和赤油的这种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不能说他们的战争是不存在的 只能说我们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考古证据来证明它 我觉得大家必须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因为不仅仅对研究中国历史 对研究古希腊历史古埃及历史等等啊 神话时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也是很多人就说他们因为不了解嘛 所以往往将这些概念就混淆成一国洲了啊 就认为他们是不可转化的 就认为神话跟事实它永远是一分为二的 不一定的 当有考古证据发现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的神话时代就有可能被转化成 一个历史真实 就像我们有新的考古证据出现 能推翻一些我们已经认定的历史事实一样的 就说它是可转化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个神话时代呢 其中还有一个道理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了解历史啊 你要了解当下 你就必然要去了解历史 而对于春秋时代 或者更早一些的周朝下朝 周朝商朝来讲 他们的历史就是神话 就是以神话的形式延续下来的 那么你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神话 透过这些神话呢 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看 当下我指的当下是春秋的时候的当下 人们是怎么样去说 这个秦国的春秋和春秋以后 就是古代人是怎么说秦国的 春秋公羊传当中 有一句话 叫秦伯族 何以不明 秦者疑也 疑 蛮疑的疑 战国策 有一句话 叫秦与荣 敌同俗 有虎狼之心 这个 贪力 耗力 而无信 不实 礼仪 得行 这个贪力 耗力 这个力 希望我没读错 是这个力气的力 一个护字旁 下面一个犬字 这是春秋公羊传和战国策 对秦国的描述 说秦者疑也 说秦与荣 敌同俗 有虎狼之心 那么史记当中怎么写呢 史记写的是 今秦 杂荣敌之俗 先暴力 后仁义 未在藩城 而如于交寺 君子巨掩 所以从 公养传 战国策 史记 你都可以看出来 古人认为 秦就是蛮夷 秦就是蛮夷 所以我们在儒家经典 比如论语 孟子当中 看不到秦的影子 这就很正常了 因为按照当时的价值观 虽然周平王给了秦朝这个人 这个文明人的名 但是秦人 还没有达到这个文明人的实 那问题来了 这个蛮夷的来历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因为这个比较绕 我必须给大家不断的讲 就我们如果以春秋战国为当下 我们不是以今天为当下 因为以今天为当下 春秋战国就成历史了 我们是以春秋战国为当下的话 那他这个蛮夷的来历 必然跟他的历史 就是比春秋战国更往前的历史有关了 那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这个事 我们就不得不进入到神话时代了 这就是这个难讲的地方 因为如果 如果大家对这些都很了解 就比较容易讲 但是实际上 这个就是说 说到我们的教育系统 在新中国以后 其实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育普及 是非常不足的 这也是为什么像 袁腾飞这样的人啊 非常难得的原因所在 就是他坚持了一个这个历史史实 他坚持讲一些 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客观的东西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 这一类人的价值所在 这是不容易的 像我们有网友在评论区说了 他这个是袁老师的这忠实的听众 我觉得很好 袁腾飞的东西 我以前也听过特别多 他以前在精华学校讲历史的那些东西 当然他也有的时候是细说 但是我给他一个大大的肯定 和大大的赞 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这个氛围下能这样讲话 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后来我因为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我也看了一下 袁老师应该是也离开体制了 我想也是被迫的吧 因为他这种个性呢 率真的个性跟这个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所以其实他们比我们不容易 他们比我不容易 可能他的这个 还能有一些经济收入 可能还不错的经济收入 但是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下 他那样说话 这不是一个钱的问题 这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希望我们的网友们 能够支持这样的 在中国国内发声的朋友 包括我曾经说过的这个徐晓东 徐晓东当然有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当然了 但是他能在那个环境下坚持发声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括这个崔永元老师 所以我一直说 我对中国不失望 是因为不绝望 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14亿人 怎么可能全是奴才呢 这是不可能的嘛 一定是有很多人 在做着不同的事情 来让我们这个民族逐渐的变好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秦国这个蚂蚁 大家可听好 秦可不是因为去与蚂蚁打架 争地盘才被人称作蚂蚁的 就他不是因为去打蚂蚁 变成蚂蚁的 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蚂蚁 他才会去跟蚂蚁打架 就是说他不是去因为跟土匪流氓 他不是因为去跟地痞流氓斗殴才变成地痞流氓的 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地痞流氓 他去跟人家抢地盘去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蚂蚁 他才敢去跟蚂蚁打架 你把那个地 如果周平王当时把那个奇山以西的土地 分给楚国分给魏国 没有国家会去真的去跟他们抢地盘的 不可能的 掰执头算一笔账都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 楚国 楚国呢 这个有很多人称是南蛮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一定准确的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所以要搞清这个蚂蚁的来历 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回到史记和神话时代了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要铺垫那么多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谈战国时代的事情 往他之前追溯历史 我们要不进入到神话时代 我们就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就看不到了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条件下 我们只能进入到那个神话时代 去找一些端倪 而且重要的是 你是能找到这些端倪的 并不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那么我们简单来讲吧 因为这个神话时代讲起来就太复杂了 这个其实中国历史记载的神话时代 跟圣经里面的旧约的一部分是很像的 就是它是一个侧重于记载家谱的记载方式 家谱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 有些朋友读圣经读不懂家谱 觉得读起来烦 我可以告诉这样的朋友 这个是圣经里旧约里面对家谱的记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把那些家谱理顺读清楚 你就会对后来的圣经所发展下来的 包括新约时代很多的事情就有所理解了 包括对现在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也就有所理解了 那么我们史记和国语当中记载的这个家谱也非常重要 对我们理解后来的中国历史 那是至关重要的 简单的说 皇帝就是炎皇子孙这个皇帝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炎皇子孙 但实际上中华文明 我们应该是有三组 三组就是炎帝皇帝和赤油 赤油打败了 跑到了西南边陲 这个就不讲了 但是其实我个人对这段故事是非常有兴趣的 也非常感兴趣的 那么我们就说皇帝啊 皇帝他有14个儿子 他给这14个儿子呢 赐了12个姓 也就是说皇帝以后 变成了12个部落 就是说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这就是有合法性来源的12个部落 12个姓氏 这12个姓氏里面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后来周天子周朝的姬姓 包括腾姓 包括任正非的韧姓 包括荀子的荀姓 包括衣 衣就是衣服的衣 还有一些其他的姓氏呢 已经不常见了 比如说这个身后有机的有 这个有姓 还有啊 还包括齐姓 齐衣补旁那个齐 真姓 有一些不常见的姓呢 比如说这个喜 这个字就是 哎呀 这个比较难写 还有一些其他的姓 我就不讲了 总之它是有12个姓 大家记住的是 这12个姓里面有姬姓 没有赢姓 这个姬就是周朝的一个姬姓 但是没有赢姓 赢就是秦国人赢政的那个赢姓 那么其他的姓氏呢 都是在这12个姓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发展而来的 那么根据史记的记载啊 周朝的这个多说一句吧 就根据史记的记载呢 周朝的祖先 就是姬姓 就是周天子的祖先呢 他也不是皇帝的嫡婿 他不是皇帝亲生 不是皇帝子孙血脉延续下来的 他是过继给皇帝的 姬姓子孙的一个家族 是过继过来的 但是在法理上 他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他是合法的 就像我们看大秦妇里面 那个秦始皇的父亲 任了这个平阳夫人 是吧 是叫平阳夫人吧 为母亲之后 他就变成了嫡子一样 变成了嫡子一样 那么秦朝是什么呢 秦朝是另一个情况 按照这个神话时代的记载 秦朝的祖先 是皇帝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女 说的我自己 皇帝的儿子 昌义的儿子 高扬的儿子 专虚 专虚也是中国这个五帝的系统里面的一个帝王 帝 专虚的孙女 所以我说他是 我再数一遍 别数差了 掰着手指都数的朋友们 这很不容易 我这个掰着手指都数 皇帝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女 叫什么 叫女修 那么秦人的祖先是女修和一只鸟的后代 就我们大白话讲 就是一只鸟 原文叫玄鸟 玄鸟是什么呢 玄鸟就是黑色的燕子 传说是这么说的 这个传说很有意思 朋友们 传说说 女修在户外织布 天上飞过来这么一只黑色的燕子 突然下了一个蛋 这个蛋呢 掉到了女修的嘴里 女修就怀孕了 怀孕就生下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大叶 这个大叶呢 就是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这个大叶 大叶又生了个儿子 叫大肺 大呢 还是这个大小的大 肺呢 是肺成的肺 那么大肺兄弟 大肺兄弟 是真诚说评书的了 哎呀 就大肺兄弟吧 大肺兄弟呢 就跟着这个大羽呢 去治水 但他有一个特长 他呢 他这个特长是什么呢 是养小动物 尤其是 他能把野外的野生动物抓回来 然后把他们驯化成这种家禽 家处啊 比如说抓一只野鸡 把他驯化成这个家鸡 抓一只野马 把他驯化成这个家马 抓一只野牛 把他驯化成家牛 然后让他们繁殖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本事啊 这在原始社会 这可是 这绝对是一个高精尖技术啊 这是抢手技能啊 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一个技术 技术工种 所以这个大肺兄弟呢 就被这个顺 就摇顺乙的顺啊 封为伯仪 次性盈 盈性是这么来的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 就是秦国的祖先 是皇帝的一个女性的后人 好几代 好几代 儿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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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啊 哎呀 绕死了 女修跟一只鸟 黑色的燕子 生下来的一个后代 他的名字叫大叶 但是大叶呢 没什么成绩 没有什么成就 大叶有一个儿子啊 叫大肺 这个大肺兄弟呢 在顺作为王 顺作为王的那个年代呢 跟着大羽呢 到处治水 但是大羽治水的时候呢 他就到处的抓小动物 回来养 把他们变成家养的动物 所以这个人 因为这项技能 被顺 就封为伯义 次性盈 那么这个意思呢 我也没有太搞明白 我估计 这个伯义 还有这个盈啊 可能是与 他能够 驯化野生动物有关 那问题来了 中国历史当中啊 一般什么样的人 会将自己的祖先 就是自己的父亲 父系祖先 给给给给 给搞没了呢 就愣说成是传说呢 改成人和一种神兽 或者怎么样来的 这个不明来历的 一个祖先呢 就是为什么要隐去 自己的父系祖先呢 其实这个例子是很多的 而且这个目的呢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说 周朝的畸性的祖先 那这个传说就更玄乎了 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就随着讲 大家就明白了 周朝的畸性祖先 这个传说是什么 传说是江源 江源就是周朝的母性的祖先 就是母亲 江源出门啊 踩到了一个巨人的大脚印 回家就怀孕了 就生了这么一个孩子 好像名字叫 叫不气吧 还是叫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不是周朝 我们讲的是秦 所以就一代而过 那么刘邦 刘邦啊 这是我们比较近的一个 就是相对而言 比较近的一个 一个历史人物了 他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传说 他自己给自己编的 这个传说怎么来的呢 我要把这个话说的难听点 我可以把它说的很难听 但是我觉得 还是别说的那么难听了 稍微文雅点说呢 就是刘邦说 他自己是他妈妈 被一条龙给临性了 所生的这么一个孩子 他愣不承认 他是他亲爹生的 他造反的时候 他亲爹可还在啊 他愣不承认 他是他亲爹生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否认 你是你妈生的嘛 所以他只能够说 他是他妈妈 跟一个龙所生的 那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一个父系社会啊 就是如果这些人 后面创造了一些很大的工业呢 他觉得自己的祖先不够显赫 觉得拿出来丢人 所以他就要编一个传说 引去自己的祖先 秦人的这种说法呢 也我认为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父系社会 人们是以父亲为重的 所以秦人的父亲很有可能是一个 当时出生 出生比较低贱的 就是不知名的这么一个人 大家不要觉得在皇帝那个年代啊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这个都什么东西都很清晰的 不是的 说句实话 如果你们去了解一下 人类的历史啊 其实我们的道德观 原来和现在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 这个 这个一夫一妻制的问题 我大概在十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 当然这个文章 我也不可能告诉大家是 是是在哪里写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 我当时给我的 我的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呢 我就写过一篇小短文 这个短文呢 也没有公开的发表什么 这个短文就是讲 一夫一妻制 我认为 它不是一个 就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它也不是一个说 我们人类天性里的东西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 违反我们本来的天性 就是哲学里面叫 叫这个 就是自然天性的 但是呢 适应我们现代伦理的一个东西 所以皇帝那个时代 人们对性的态度 其实是比较混乱的 即使乱伦 在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常见的 所以皇帝的一个女性后代 与一个不知名的 当时他们部落的 不知道什么人 生育了这么一个孩子 这是在理论上 是非常可能的 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一个事情 尽管它也是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的事 你不能把皇帝那个年代 皇帝那个时代理解 皇帝就是出门 他的家人都有人看着 都有护卫皇宫大院 那个年代哪有皇宫大院啊 那个年代可能挖一个土洞都是好的了 所谓的皇帝 也就是这个原始人当中的一个头 那他毕竟还是原始人 所以我们讲了文明是有定义的 文明是有定义的 城市 青铜器 文字 对吗 而周人让自己的祖先 这是回过头来 我们再谈谈周人吧 因为毕竟周和秦是有点关系的 那周人让自己的祖先成为一个巨人的脚印的后代 那我觉得就更邪乎了吗 他就更邪乎了 就是说他还没有个实体 说秦人祖先呢 他是一只鸟 毕竟他是个动物 那周人给自己这个祖先编的就更邪了 就是江源出门 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回家就怀孕了 怀孕就生孩子 生下周人的祖先 后来呢 因为这个周人的祖先善于耕仲 简单讲 就被这个顺 次性为姬 可是次性为姬这个意思可就不同了 次性为姬就等于直接在法律上 将周人的祖先 叫后继 周人的祖先后继呢 就直接给过继给了皇帝的直系子孙了 就实际上在法律上 就把他们认定为皇帝的直系子孙了 从此呢 他也就名正言顺了 那么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其实已经就一点不重要了 而亲生母亲在那个年代 母系母性是被忽略的 可以忽略了 所以周人呢 在法律上呢 他是皇帝的后代 那刘邦啊 就说起这个刘邦啊 我说起他我就来气啊 说到刘邦 他这个故事编的就比较没水平了 喝口水 为什么 这也确实是难为他 因为他 他能编的这个空间太短 因为刘邦 他一代嘛 就他没有想过呀 他没有经过像秦人周人 那么几代几代 最后才建了国成了地 刘邦成地太快了 从一个小农民 到一个这个这个里长 几十年就奋斗成一个帝国的皇帝了 他来不及去改历史 所以说呢 他只能说 只能胡编乱造了 因为他不能把他父亲编没了呀 因为很多人 他的同乡 他的同事一大堆还活着 都知道他有一个父亲 所以他只能说 这个这个故事说 说的低俗一点 就是他就愣给自己编了一个 一条龙 趁着他爸不注意 睡了他妈的故事 所以说 我觉得我这个说起来就来气 就是刘邦这个 这个故事编的令人不耻啊 这真是把他妈给豁了出去了 这个故事是十分令人不耻的 那么现在我们理清了这个 秦的祖先了 我们理清了这个秦的祖先是谁了 我们也顺道呢 谈了一谈 周的祖先 这里面呢 就就有有一点 他于历史的记载 就是能对得上的 就是说这个神话呢 他也不是完全的不可查证 他有一些东西呢 他于历史事实是能考证的 这个可考证的点是什么呢 可考证的点就是 秦人实际是擅长序幕业的 那说白了呢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 但是不可考证的就是说 这个秦人本身说他这个鸟生了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不可考证的就是秦人到底他的母系祖先与皇帝有没有关系 其实这一点也是不可考证的 但是呢 相对而言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周朝 他就是完全是一个 他虽然他也在他的神话里面 他不不敢把自己编成是皇帝的直系后代 但是起码说他在法理上他确实是被过继给就被顺给他次性为基 这个是这个是法律上呢 他就是他就是皇帝的后代了 而秦人并没有这么写 秦人是把自己呢 编成一个非皇帝的非皇帝的一个直系的后代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区别 就是在那个年代 在古代 你是父系和母系 这区别是很大的 其实在今天区别也是很大的 因为今天呢 无论是呃 中国人 还是基督徒 以基督徒为代表的西方人 是随复兴的 这个在财产继承上 这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就是说秦人 其实他对皇帝的认同感是很低的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他对皇帝的认同感是很低的 很有可能 如果不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他连自己的母亲是皇帝的一个女性后代这个事 可能他都不会提 如果他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都不会编 但如果他是个历史事实的话 起码我们从他说的 他的父亲是个鸟 这件事上也能看出来 他对皇帝的认同 就是对中原文明的认同 其实是挺低的 其实是挺低的 那么还有一点是可以能够验证的是什么呢 就是确实秦人从东边迁到西边这个事 这个秦人他没有胡编乱造 就神话里面写的 他们自己编的这个神话呢 是说他是皇帝的一个女性后代生的 那显然皇帝的女性后代一定是在河套地区吗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发源地那也不是在陕西吗 所以说他也是从东面迁到西面 这一点他是没有 没有胡说的 而且如果大家对古文有研究的话 当我刚才给大家提出那句 就给大家引用那句公羊传的那句话 秦者遗也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对古文有研究 你就应该有这个疑问了 或者说你就应该有答案了 为什么 因为疑是中国古时对东边的野蛮人的称呼 按照道理 如果当时的人 就是战国时期的人想贬损秦国的话 用东北话说 想埋怠埋怠你的话 他应该说秦国为秦荣 就像生犬荣那样 他不应该称秦国为疑 因为荣是对西边的野蛮人的称呼 叫东夷南蛮西戎北迪 对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称秦人为疑呢 通过我们的神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秦人他确实是从东边搬过去的 他与这个是能够印证的上的 而当代的一些学者 也提出了一个假说 但这只是个假说 就是说秦人的祖先是通古斯人 他们是通古斯的一个分支 但是我讲了 目前他只是一个假说 没有证据 能说明这个假说成立 但是他也确实符合说 秦人是由东向西 迁西的这个说法 那好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 基本上也算是挺烧脑的一次节目 因为我只是在自己的大脑里 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后查了查一些地名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东西 没有大的错误 因为我这周时间比较忙 没有办法做这种很细致的文字工作和提纲 但是至少我们当故事来听的话 所以我希望大家当故事来听 至少当故事来听的话 我们也能从这个故事里面 得出几个比较确定的结论 第一点 秦人的祖先是擅长畜牧业的 说白了 是游牧民族 是个游牧民族 他是因为他去抢地 最后为了抢地 抢到的地 你不能不守住吧 才转变成的农耕民族 第二点 秦人是迁西至西北的 所以他也符合游牧民族的特点 由东向西迁的 第三点 秦国被封为国 与其他的诸侯不一样 他多少有一点这种 这种林 就是我讲的这种林阵 受命的意思 就我刚才举例子了 我再举个例子 还是拿我们蒋委员长举例子 既然刚才是拿蒋委员长举的 就好像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 给了很多国民党的军官和一些地方的武装力量 包括后来被称为土匪的人 授予了这个军衔 那个军衔少将 座山雕不也是受了少将军衔吗 是一个意思 就实际上 当时周朝周天子封秦国这个国家的时候 没有真想给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领地 给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 而之所以秦国把这个靠不住的东西 变成一个强大的真实 那是人家秦国拿命拼来的 是秦国拿命拼来的 所以这也说明秦国的底蕴他不足 他没有得到其他诸侯国的认可 这一点我觉得倒是有点像我谈到德国的时候早年的普鲁士 那么我们通过这几点 我们可以得出相对确定的结论 也就能理解 后世人和当时的人 尤其是当时的人 他为什么将秦人称为蛮夷 其实我要想告诉大家的是 当时的人将秦人称为蛮夷 他不是一种泄愤 不是一种秦国到处去攻打六国 甚至把六国吞变了之后 六国的后人对他的一种泄愤 或者说一种侮辱 不是 甚至都谈不上是一种鄙视 当然了秦国人自己肯定认为是鄙视 他是什么 他是当时那些人 就是在说一个事实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 就好像我们怎么讲呢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 就比如说我们中原人汉人说 你是蒙古人 你是新疆人 或者说我们今天那是北京人说 你是河南人 你是黑龙江人 你是浙江人 是一样的 他可能言语当中带有着一些贬义 但是他在描述的是个事实 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就是那的人 当然这个衍生出来说 就像上海人说你是外地人一样 上海人说你是外地人 当然他有歧视 但是他是基于一个事实来讲的 就是你确实是个外地人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意思 说秦是蛮夷 不是对他的一个简单的后面的概论 一个污蔑 而是他本来就是个蛮夷 他的出身就是个蛮夷 以前我讲某些人的时候 讲过上为贼父贼母 下为贼子贼孙 顶峰臭八百里 其实秦也是这样的 他的出身就是个蛮夷 那么后世人 包括后世的帝王 他不为秦国和秦始王歌功颂德 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秦的暴虐 秦的暴虐应该是超过了后面这些 我们即使认为他们这么暴虐的帝王 秦也超过了他们的底线了 所以你看看后面杀过那么多人的帝王 有的是哪一个朝代建国的时候 不是死伤遍地 但是他们不去歌颂秦始皇 因为秦始皇比他们还暴虐 但是在秦国灭亡了2000多年之后 中国确实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 他不是一个有名义的帝王身份的人 但他有实际的帝王的权利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开始为秦始皇歌功颂德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说过几句话 我给大家引用一下 他说秦始皇算什么 他只坑了460个儒 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 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我也是秦始皇 林彪骂我是秦始皇 中国历来分两派 一派讲秦始皇好 一派讲秦始皇坏 我是赞成秦始皇 不赞成孔夫子 他还有一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他说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浑死夜犹在 孔学名高 实彼康 这个人是谁啊 朋友们 什么人会赞美恶人呢 什么人会以恶为美 以杀戮为功德呢 朋友们 这个人是谁 我想你们都应该清楚 谢谢大家 愿上帝保佑华夏